大家好,歡迎收看今集咪咪cooking 最近在台灣非常熱烈的巧克力 莫過於雷神 大家未聽過雷神是甚麼 台灣有多熱烈的話,不妨自己去搜尋一下 據台灣的資料顯示,這巧克力真的很好吃 現在已經到達嚴重缺貨了,買不到 但奈何香港好像還未能賣 也不知道會不會有得買 隨便吧 今天有見及此,說得這麼好吃 今天教大家做雷神的巧克力 這個食譜是在台灣找回來的 我們嘗試一下做雷神的巧克力吧 首先把牛奶巧克力加溫水座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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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後把全部的餅乾放到密實袋裡 做到很小塊很小塊 建議大家壓得比畫面小塊小塊 做出來的效果會比較好 然後把餅乾放到朱古力裡 拌勻 記得確保每塊餅乾的表面都要有朱古力 之後把完全黏滿了朱古力餅乾放到密實袋裡 然後把朱古力餅乾壓成一樣的厚度 然後放進冰箱裡冷卻到凝固 最後把朱古力切成你需要的大小就完成了 完成了我手上的雷神朱古力 根據台灣的資料顯示 它好像有三種味道 分別是朱古力和白朱古力 如果沒有記錯應該是士多啤梨 雖然自己做的賣相好像不太好 不過算了 因為自己做的也是這樣 差不多了 現在嘗試一下傳說中的 非常好吃的雷神朱古力有多好吃 兩種味道都試過了 其實對我來說 我以為是覺得不是很特別的東西 只能用一個字形容這件是非常老 非常甜 都在這裡給大家一點點的建議 就是在做朱古力的時候 壓碎餅碎 其實可以再壓碎多一點點 沒有那麼大塊 我想應該效果會比較好 還有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可能是 是不是因為朱古力不夠呢 所以就 不是遮蓋得很多 你看可能做的出來都還是 對 一顏一忽 我想應該是不是應該要加多一點點的朱古力呢 可能會比較好一點點 對 那 不知道雷神 在香港如果有得買的時候 那個熱潮的瘋狂程度 會不會去到好像台灣那麼誇張呢 那 好了 我們拭目以待了 那 這一集就是這樣 我們下一集再見 拜拜 當然要記得 記得訂閱我的Facebook page 還有Instagram 還有記得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如果你喜歡這個教學 記得按LIKE 還有分享給朋友觀看 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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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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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